忽然收到国家级警报 刚停又响起 不少人以为地震 等不到摇晃才知道是防空警报 大陆发射卫星飞越南部上空 第一时间是认为是地震 感觉像会做的一样 威胁什么之类的吧 开始会以为是地震 但是他重复又再发了讯息 网友还拍到高雄市区 中华路的上空 云层中有一道白光持续移动中 这不明误是什么 求证国防部还没回应 而就这么刚好 总统蔡英文人也在高雄助选 一句总统在这里 小小安抚民众 讲没两句警报再度响起 不止南部居民 中北部甚至离岛金门 都收到通知 因为我们不是飞弹 那我们习惯这种 过去金门习惯这种防空演技 所谓防空警报 大概都是一些中单 没有说过说发射卫星 也要警报的吧 有一点小紧张 可是台湾的朋友都蛮不确定 还不确定 所以我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马来西亚没有这种东西 就比较少会有这种 第一时间出现是防恐 采钢搭机抵达台湾的马来西亚旅客 也吓到了 还有在台的外国人 第一时间看到英文讯息也愣住 还好是虚惊一场 也有粉砖小编大玩梗 中部知名游乐园PO文 于15点21分发射一堆优惠 已飞跃至官网周 美食餐厅则以国家级饥饿警报 现主食发射各种美味早午餐来搞笑 试图化解选战前的紧张情绪 TVBS新闻王云廷 刁宗庆李战顺 南部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